- 唉呦!誰啊這麼帥? - 我們在拍照啊是不是? - 我剛剛想說遠遠遠看就看到一個 - 非常有明星架式的男人 - 我還以為是哪個網帥耶 - 結果沒想到是你 - 等一下 - 那你現在知道了吧 - 啊你們今天是在拍什麼啊? - 我們在拍就是等一下Photoshop後製教學的一些素材 - 你猜猜看要拍什麼 - 看你這身打扮 - 你是要拍你要去打架是不是? - 好符合你喔我發現 - 符合我 - 你是眼瞎啊 - 怎麼看都不像要去打架吧? - 怎麼知道要拍glitch效果的東西 - glitch效果? - 這不是就是最近蠻流行的Cyberpunk的風格嗎? - 就是有種雜訊干擾的感覺 - 這會不會很難啊? - 不會啊 - 只要跟著我們的步驟做 - 也可以很簡單的就做出這樣的效果 - 那我們就去後製階段吧 - 欸?伊佩倫咧? - 我們都已經要拍佩倫沒出現啊 - 算了我打給他好了 - 欸? - 欸? - 欸? - 妳在哪啊? - 我們現在開始拍片了欸 - 喔我正在趕路啦 - 不然妳幫我用時空搖空機把我傳送過去好了 - 喔好啦 - 喔外面真的死了 - 還好妳直接幫我傳過來 - 妳很誇張欸 - 快點進入那個啦 - 教學了啦 - 好啦那在影片開始前 - 不要忘記訂閱我們的頻道 - 並且開啟小鈴鐺 - 就不會出更多精彩的影片喔 - 那我們自己的教學有以下幾個重點 - 1 認識選取工具 - 2 用波形效果的濾鏡做出訊號干擾 - 3 合併所有可見塗層後 - 用色板做出RGB色彩錯維的效果 - 好那我們就拿剛剛拍好的照片來進行修圖吧 - 欸妳希望妳自己的照片不會很尷尬喔 - 好我們繼續 - 那首先我們要來教大家就是 - 了解選取工具 - 那在這個方形的選取工具裡面啊 - 妳會有看到這上面有四個東西 - 那這四個東西分別代表這就是 - 單次選取 - 妳在選取一個東西後 - 如果妳要選 - 這個位置妳可能不喜歡 - 妳要換另外一個位置選 - 妳直接這樣選 - 剛剛那個東西就會補件 - 那第二個這個叫做增選 - 像我剛剛已經選了一個方塊 - 啊我想要旁邊多加幾個方塊 - 這樣子這個叫做增選 - 那這個呢就是所謂的簡選 - 就是我框到的地方我就不要了 - 對 - 這樣子這個不要 - 可能我想要做出一些就是這種 - 幾何圖形的感覺 - 然後最後一個叫做疊選 - 疊選的意思呢就是 - 我現在這個地方跟它框起來 - 我只留下我和它交疊所的地方 - 所以我放掉後 - 我就剩下這裡了 - 其他都不見了 - 對 - 好那跟大家說一下 - 就是這個啊 - 只有在這個的情況下 - 你可以直接拖曳 - 嗯 - 好 - 那我們 - 這個要怎麼做呢 - 就是我們會先 - 會先拉好幾個方框 - 那有一個快捷鍵 - 像剛剛那個增選就是Shift - 增選就是Auto - 那按著Shift的時候 - 我可以 - 就是一直拉一直拉一直拉 - 對 - 那我們 - 首先就是要先做出這種 - 很多個 - 矩形圖形的樣子 - 那我們要盡量注意 - 一定就是施避免去用到臉的五官 - 因為這樣等一下要做出效果的地方 - 在臉上其實會有一點點奇怪 - 嗯 - 那我們就繼續拉 - 繼續拉 - 好 - 好 - 那我們第一步 - 就做到這樣就OK了 - 好啦 - 接下來我們要用就是剛剛選取的地方 - 然後去把它利用波形效果 - 這個濾鏡 - 讓它變成有點像干擾的感覺 - 對 - 那我們把剛剛選取的地方按Ctrl J - 它就會複製出來 - 就是在這邊 - 這個圖層 - 好那我們在這個圖層上呢 - 我們進入濾鏡 - 然後 - 有一個扭曲 - 然後有一個波形效果 - 對 - 然後點進去之後呢 - 就是 - 這邊那個感覺看起來有點複雜 - 然後我就簡單就是跟大家稍微說明一下 - 波長呢 - 它主要就是在 - 在講上下的一個密度 - 所以當你的數字 - 最少說是月橋的時候 - 那它的密度其實就很細 - 所以你會看起來它好像很擠 - 因為它就是細細的排在一起 - 對 - 那我們其實沒有想要做出那麼 - 那麼擠的感覺 - 那麼密的感覺 - 對 - 所以我們數字就可以把它都拉得稍微大一些 - 那正幅的話呢就是指左右 - 左右 - 對 - 那一樣就是做給大家看 - 我拉著月這樣子的時候 - 它的密度其實就越擠 - 所以感覺起來是比較集中一點的 - 那這個其實就是依大家自己的 - 想要的效果去做的調整啦 - 那這邊就是簡單跟大家說這幾個 - 拉起來有什麼感覺 - 那收放呢就是 - 水平跟垂直的 - 它有分水平跟垂直 - 那一樣就是它的一個 - 密度 - 密度的一個拉伸感的感覺 - 像我現在拉水平 - 它其實就是水平越來越開 - 對 - 那我現在我拉垂直 - 它一樣它就會 - 一樣就會越來越開 - 對 - 那我們今天主要呢 - 只是想要做水平的那種感覺 - 所以我們今天垂直就不動它 - 然後 - 這邊這個類型啊 - 其實就是它的一個 - 形狀的概念 - 那我們今天就是採用正方形的效果 - 然後這個產生氣數這個東西啊 - 主要就是一個 - 這是一個數量啦 - 那我們今天就先設在5 - 就是我們有試過這剛剛的效果 - 其實還蠻不錯 - 可是其實還是看大家自己 - 喜歡做出什麼樣的感覺 - 感覺是要自己去拉拉看才知道 - 對 - 因為這樣感覺聽完 - 可能還是會覺得有點難啦 - 對 - 所以我們就是實際多去做操作 - 就會比較做到那個感覺 - 好那我們就現在把這個波形效果去看 - 套用到我們剛剛做選舉的範圍上吧 - 好 - 好那經過就是套用後 - 我們就現在得到了這種干擾的效果 - 那是不是覺得還少了什麼 - 這感覺就只是透圖的感覺啊 - 沒有那種電子干擾的感覺 - 沒錯 - 所以我們等一下會利用色板 - 然後來做出RGB錯位的效果 - 看起來就很像那種電子干擾的感覺 - 好那我們剛剛把波形的效果 - 就是已經套用上去 - 所以就製造出這樣的感覺 - 後我們現在要按 - Ctrl-Auto-Shift-E - 這是什麼呢 - 合併所有可見圖層 - 沒錯 - 唉唷 嚇死我了 - 好那我們就用Ctrl-Auto-Shift-E - 這個滿常用的啦 - 所以就是大家可以記一下 - 大家可以記住 - 好那我們現在有複製出了一個 - 就是這樣子的圖層 - 那我們要再複製兩個 - 為什麼要複製兩個呢 - 因為我們要做 - 因為我們要做 - 沒錯有三個 - 所以我們總共會有三個 - 那我們把這個圖層的名字 - 可以重新命名一下 - 你這樣會比較好記 - 就是 R G B - 好 - 那接著呢 - 我們要透過混合選項 - 那我們可以點兩下 - 或者是你也可以按右鍵 - 然後進入混合選項都OK - 就看你的習慣 - 那我們在R的圖層呢 - 我們會把G跟B關掉 - 因為我們只要留下R - 好關掉 - 然後G的圖層一樣 - 我們就是留下綠色 - 然後B就同樣 - 我們會留下藍色 - 嗯? - 你做了那麼多 - 這我真的沒變啊 - 你在耍我是不是 - 對 - 沒有我們接下來要來施魔法囉 - 那我們在R的圖層的時候 - 我們先按Ctrl T - 它就會選起來之後 - 看好囉 - 我只要按左 - 有沒有 - 對耶 - 好 然後我們接下來進入T - 我們可以讓它往 - 反方向移動 - 你可以加一點點的G - 這樣加一點點 - 這樣就可以做出蠻厲害的效果 - 那其實這個方向跟你要移動多好 - 這個你都可以再自己試試看看 - 看怎麼樣的效果你比較喜歡 - 蠻有Fu的 - 那我們一樣在B的圖層 - 這邊就給它加一點下 - 難怪不要用到臉 - 這樣怎麼會滑掉 - 對 - 你弄到臉的時候其實就會像 - 因為我們要做出就是這種效果嘛 - 你在這個效果下 - 你又弄到臉的感覺就是 - 就被滑開 - 對啊 - 好 那我們基本上這樣就完成了 - 哇 - 變得很帥耶 - 變得 - 欸你好好說話 - 我說你本來 - 本來很帥 - 是這樣子嗎 - 對 -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前後對比圖吧 - 看完之後我覺得這個非常有電影海報的感覺耶 - 這也是近幾年來蠻流行的那種Cyberpunk的風格 - 因為疫情的關係所以我們只能夠在棚內做拍攝 - 我覺得拍起來應該都會蠻不錯的 - 對 - 然後你的衣服跟你的造型也可以做一些不一樣的裝飾 - 應該也是蠻棒的 - 沒錯 - 好啦那我們這支影片就到這邊囉 - 那有任何問題也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們 - 那我們也會回覆你們 - 那就下次見囉 - 掰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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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 구 - 劇,esi - 回事 - 細